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素子的頻道 收看《草書之路》這個節目 我們的姊妹節目 文化面面觀這一集是講三藩市 所以我就上網找找看 有什麼跟三藩市有關的草書 結果讓我找到三藩市 亞洲藝術館的網頁有介紹中國書法 當然也有介紹草書 草書 英文就叫做Cursive 網頁也有介紹 其實也是相對於英文的Cursive 特別是Cursive裡面的Long Hand 這個詞我第一次學懂 我一直知道有Shot Hand Shot Hand就是速技 記得小時候在香港的時候 經常有專科學校打廣告 教打字 教速技 學了就可以做白領 處理文書 那些工作 其實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一直寫英文 都是用Cursive的 直至美國讀書 發覺原來個個都是寫正階的 才入鄉隨俗 那大家看到這首詩 是美國詩人 Inna Kruberth 寫一首關於三藩市的詩 那我 也寫了中譯本 有招揚這兩個字 那之前呢 講明飛黃昭君那集 已經講過名字 另外那一篇 那一篇 月應該怎麼寫 今天是想集中講 招字的左半 那 那 壞書 字序貼裡面呢 那個組字呢 是這樣寫的 那再跟著呢 就引伸開它 在組字上面呢 加 一動一橫 就是卓字 那 唇化角貼裡面呢 有講這個董卓 就是這個卓啦 那你看一下 它其實 就是 沒錯啦 加回那一橫一動 上去那個組字 那 再演化下一步 那 這個 這個字 的 左半呢 就已經不是那個卓字了 那 你看到了 上面的部件呢 是那個十字 那 那 在 索證 在它的出私訟那裡 就是這樣寫的 你會看到了 其實它是用了卓字的一半 那 也 到了後來 啊 孫過亭 在書譜裡面 你會看到它寫 那個 招 或者 潮 就是 變成這樣了 就是 將 這個 左上 再簡化 那就相當標準的寫法來的啦 那 那 接下來呢 這個是 楊字呢 就 劉博士本書就沒有介紹的啦 不過呢 寫法就相當標準的啦 這個是 黃獻之 就是這樣寫啦 黃獻子也是這樣寫 那 那 想 值得 說一下的呢 就是 那個 欸 右半個部件呢 中間 有一畫 或者沒有一畫呢 都是同樣的寫法 你看 石字就是這樣寫的 那 至於 如果上面 再加多一撇一橫 就好像 雙字 受傷的雙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這樣寫了 那 這兩個字 都算是相當常見啦 還有這個部件也都相當常用的 那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條片 都是有些用的話呢 就麻煩點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啦 那 那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